台東的美麗灣爭議到現在八年了都還沒有解決 而花蓮的封冰箱呢 現在也有可能要蓋起一座占地八公頃的山海劇場 讓當地的阿美族人相當擔心 因為要蓋這個劇場不斷的徵收土地 可能會使他們滅村失去了生存權 去除山海劇場 去除山海劇場 往我盡頭 往我盡頭 阿美族人從花蓮北上金建會前舉步調抗議 反對山海劇場的建設 因為金建會19號針對花蓮縣綜合發展方案 提出了67項計畫進行正式審查 其中一項山海劇場的建設計畫 卻徵收了位於秀谷燃溪出海口 78比阿美族人的私有土地 山海劇場不要蓋在我們進步 有個美好的地區 保存原有的風貌就好了 如果要蓋的話 經過我們族人協議 這個劇場實在是反對 我也不賣土地 我說縣長你太擠了 你如果說真正到我們進步來的時候 你會非常非常喜歡這個地方 我們不要給財團了好不好 我們不要讓他們在這個地方 來踐踏我們自己 山海劇場御地建地有8公頃 將蓋在秀谷燃溪出海口 位於風冰鄉長虹橋和北回歸縣的地標之間 面積之大也包含了阿美族 進步部落大約一半的居住地 族人強調大量的徵收土地 簡直是在剝奪他們的生存權 也使得珍貴的原住民文化無法保存 還是相信現場會回心轉意 如果說真的 剛剛如你所說的 他們旨意要做的話呢 那我們的行動不是這個樣子而已 族人向縣府喊話 希望縣府能回心轉意 當地居民舉例花蓮的海洋公園新建後 都是外地人跑來賺錢 當地的部落卻消失了 也因此擔心自己的部落 會因為山海劇場的新建慘遭滅村 因此19號北上陳情 希望金建會審查過程 能聽見當地居民的聲音 金建會代表也接下陳情書 表示會秉持著永續發展的精神 將當地居民的聲音納入考量 郵電TV 黃毅中 陳靜怡 泰北報導